对我来说我决定要放弃他 而且我实际付出行动要放弃他 是你会觉得我们之间有好多不堪 是从来没有去整理过的 比如说他犯过的错 然后现在加上我犯过的错 你会想说那这段婚姻 它存在的必要性在哪里 那其实那个时候 你虽然心里充满了很多杂念的思绪 但是总是会有一个小声音告诉你说 就是你这样放弃是很可惜的 会发现其实你就算回到一个人的生活的时候 好像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渴望 我在出去喝咖啡的时候 然后看了冰柜我会想说 儿子要吃什么 然后去逛服装店 明明就是一个人要去享受 但就忍不住想说 老公穿这件可能会很好看 所以你会发现其实你本质上根本就 并不想要去放弃掉这段关系 你只是没有办法把自己情绪上 还有过去发生一些不好的记忆去做沉淀 想要的还是 就是跟他继续走下去 然后好好经营这段婚姻 好好经营这个家庭 照顾好孩子 让他成长 他在这方面真的是个好爸爸 我觉得孩子对我们的牵绊 是真的有蛮多的 有吗 我一直都有 就是因为对我来说就是 他中风后我就立刻看到他中风后的样子 然后我看着他全身插满管子 然后在病床上 没有意识一直在躁动的样子 然后我也看过他在推出病房以后 因为一些意识不清楚 然后翻白眼啊 然后没有意识的样子 所以对我来说 他现在每一天起床 然后能够对我有些如常的微笑 什么时候我就会觉得 天啊我怎么这么幸福 从我中风后 就完全倒下来 那什么都没办法做 那他一手扛起这个家 又包含工作 然后家庭支出这些 那所以我就是还蛮感动 就是他为我付出这么多 然后帮我找医疗啊那些 所以这段时间以来 他就是一直在照顾我 然后到我现在来讲 我比他稍微能够照顾自己 但是他也是稍微帮助我 所以他这半年 这段时间下来 其实都一直让我很感动 你说每一天 就算是黄脸婆也很美吗 你有黄脸婆过吗 他一直是一个对他自己喜欢的事情 就会充满专注力的人 但我觉得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 他的确弥补了我内心里面 喜欢有一个人陪伴在我身边去分享 各种生活经历的这件事情 的这个角色被他填补了 所以可以说是人生的好朋友好伴侣吧 他一直是一个很坚毅不拔的人 他会也会在我后面不断的鞭策我 教导我就是因为我常常很懒散 所以呢他常常会逼着我去做一些事情 鼓励我去做 然后他也会带着我在前面 所以他常常就主动说 这个是要怎么做 我想要做什么 然后我们打算怎么做 我们计划怎么做 所以他一直有些动力在 所以我觉得是很好 他弥补我懒散的心 对那也是因为他跟我互补嘛 所以他一直可以带着我向前 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好 也非常感动的事情 我也很想懒散呢 是吗 没有啦开玩笑的 就谢谢他一路走来这么的容忍我 因为我脾气很不好 然后包容我 然后也教我做人处事 因为我常常很不会做人处事 就常惹怒谁啊 或是做事不够圆滑之类的 那他一直都很教导我这些 那也谢谢他付出爱我 因为我知道我其实做过很多对不起他的事情 那最后他都选择原谅我 那并重新接纳我 所以我一直蛮感动的 所以 我一直想跟他说声谢谢老婆 我很爱你 哈哈我快哭了 我真的想和你 他一她也想和你 一路是你 有一路是 frem妹的 老婆 但是我一直想说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